晚安 哈喽各位观众,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这位大大人是 minecraft停止存 解历赛第九棒, 我是第九棒 那這也要榮幸小愛妙青蛙來參加這個系列喔 這系列呢會到第十方就完結了 所以等於我還沒拿金蘋果嘛 聽說可以拿五個金蘋果 規則我的隨便批在我的影片呢 欸等一下 那是什麼東西我會去看一下 噢商人 那這一期呢不會放日幕 由於本人也是趕時間做個人思緒喔 然後就是這個我也是抽個時間隨便拍一拍而已喔 不過內容整個不是很好就請見諒了 然後呢就是也容許感謝小愛啦 然後還有就是 我金蘋果還沒拿 然後規則我隨便提在我影片的任何一個角落 任何一個地方啊 反正也是你們也是看得到的 然後就是 呃想告訴大家 是 模組生存 呃 講錯了 是一棵樹的生存式日記呢 將會暫停更新直到明年一月開始 因為這個十二月我有事情要做喔 然後呢 就先這樣啦 不要浪費影片時間 我直接 嗯 希望大家可以 支持一下我們這些 呃 YouTuber們喔 然後呢還有就是 呃 我們來看一下 上一棒 第八棒 那 下一棒呢 是 WQC 千千達達 那 他的任務是什麼呢 他的任務就是要挖黑鑰匙 做一個地獄傳送門的 那 剛剛 你們也是看到啦 我的任務就是 呃 哇 哇 那個什麼啊 黑鑰匙 創建 那個什麼叫什麼啊 第一傳送門 來開 來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呢 我們呢 也大概想好 要說什麼 那我們就先 撸樹吧 讓我去探險一下 所以這個過程 我就會加快一下了 那 有一些重要的地方 我就會停一下 那我們開始撸樹吧 我看我發覺什麼 鐵礦 煤礦 我真是幸運 剛剛我是想去上面那樹木砍樹的 然後就走旁邊看到煤礦 所以就來挖個煤礦接板 咦? 要晚上了 我們就先在一個洞窟躲著睡覺吧 然後等一下我會快進等待這個夜晚 然後我好像有一個東西沒拿 因為 就是 咦? 怎麼那邊這麼亮啊? 等一下我們去看 我看到紅紅的東西 然後等一下我現在去挖個洞 這邊讀起來 放個火把 我們就在這邊先度過吧 然後我先開一下指令 拿一下那個什麼 等一下 然後在這邊再挖個 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來 做個熔爐 熔爐 再做個木斧 熔爐 然後再燒 然後再燒 然後燒片刻 我先拿一點 拿個指令 拿那個金蘋果 金蘋果 金蘋果是吧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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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 好了 我們就 平靜的度過一下吧 好了 各位觀眾 我們應該是熔到了天亮 呃 這邊應該啊 都好了 我們直接挖掉吧 然後 軟蛋了 我聽到 有凋零窟窿 的聲音 沒有吧 沒有吧 應該沒有 咦 就有商人 哦 商人應該死了吧 我覺得 有聽到那個 聽到那個 有 東西 那該我們 看到那裡發光 我們就游過去看一下吧 嗯 那 欸 有人啊 很痛很痛 是誰 是誰啊 我 我要考一下 食物 欸 這裡就是 圓教 各位 各位 我還什麼裝都沒找到 就要真的要去 地獄了嗎 因為我去地獄就完結了 但是我沒打火石啊 怎麼開傳送門 所以等一下我會去找歷史 那我們先做客看吧 我要做多一次 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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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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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